俄乌战事昨日进入500天之际 乌克兰副国防部长李亚尔在网上公开承认 去年10月克里米亚连接罗斯的大桥被局部炸毁 是乌方策划 乌克兰副防部长马里亚尔·安娜·麦里尔 周六八日在通讯应用城市Telegram发文 273天前 我们对克里米亚大桥实行了第一次打击 坏了俄罗斯的后勤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瓦回应 批评基辅是恐怖主义政权 并指污方线有计划的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 扎哈罗瓦认为 约峰会应该把重点放在这个问题上 因为绝大数北约成员国都将处于辐射直接影响区域 相新闻 去年10月8日 克里米亚大桥公路桥上一辆卡发生爆炸 导致与公路桥并行的铁路桥上一货 列车上7个油罐被起火 公路桥部分路段受损摊 4人死亡 俄罗斯事后将闸桥事件列作恐怖袭击 指责是乌克兰情报部门策划 当时乌方并未成责任 但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曾指 所有 法的必须被摧毁 被偷的必须归还乌克兰 所有 俄罗斯占领的必须被驱逐 纽约时报去年曾发 调查报道 认为事件是乌克兰所为 并详述乌克特工如何执行引爆任务 星岛头条APP经营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